原标题与319亿市值公司说拜拜 这位财务大总管的辞职理由火遍资本圈 自从一位任职11年的教师写下世界这腰大 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后 越来越多的其他辞职理由开始曝光 很多人辞职的时候一下子文采飞扬 各种五花八门的其他理由都被搬出来了 有人冬天不愿起床而辞职 有人跟同事心作不合 有人辞职在家专职看一个月的世界杯 还有一名浙江的保安层在辞职信上写道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回到老家养猪 不过现在其他的辞职理由再也不是打工者的专利了 近日一位年薪百万持股不少 身兼副总CFO等六大职务的上市公司高管 给出了一个颇有情怀的理由 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而辞职 12月11日市值高达319亿元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能达 发布公告称 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副总裁 首席财务官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张聚已于12月8日递交书面辞职申请 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金筹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 张聚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美金小编微信号 MG News发现今年A股上市公司中董监高离职人数超过了去年同期 很多人担心高管辞职可能是因为经不住减持股票套现的诱惑 然而美金小编微信号 MG News注意到今年实施的减持行为中 对高管离职后的减持动作也有一定约束 海归高管为追梦辞职 12月11日海能达的一份关于人事变动的公告引起了轰动 一般高管离职时都给出工作变动 个人原因等语焉不详的官方解释 但海能达公告表示公司副总张聚因追寻心中梦想辞职 根据公司张成 张聚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 做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美金小编微信号 MG News注意到海能达于1993年在深圳创立 作为通讯领域具有跨国竞争力的国内企业 海能达自创立后打破了摩托罗拉对全球专网通信市场的垄断 排名基深该行业全球第二 海能达也是我国首个专网通信数字集群标准 PDT的核心起草单位 并已成为全球主流通信标准协会的中间力量 根据海能达投资者互动平台资料显示 张聚是一位经历丰富的海归 1975年9月出生的张聚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硕士学历 曾任职于深圳市罗湖区 政府公务员1999年至2002年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省计师 2003年至2004年任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而在新华社去年一篇文章中张聚也接受过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给出了海能达集团在全球通讯市场开拓发展的经验和秘诀 张聚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付出的代价可能相当不菲 美金小编微信号MG News注意到海能达2016年年报显示 张聚在去年的薪水为108.6万元 同时在去年末持有海能达股票480万股 按照12月13日海能达收盘价18.27元计算 张聚持有的海能达股票账面价值8790万元 上市公司董先高今年现离职潮 据证券时报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2月12日 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密和财务总监辞职人数已到644人 超过去年同期的570人 值得注意的是重要高管辞职的上市公司当中有不少公司上市至今不足两年时间 对此现象深圳摩股权投资公司投资经理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有些公司上市前就会突击花钱请专业高管进来 等公司上市以后大概率是会换东家的把原始股套现离场 又去那些打算IPO的企业拿原始股 上市前招聘的高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录完一家再换一家 根据上市公司公告统计显示 截至12月12日今年以来已有237家上市公司董密辞职 其中有45家公司上市不足两年 更有22家公司是今年上市的 道恩股份 华策导航 星星刚 星天科技 汇达魏玉 金太阳 汉安 正时尚等7家上市不久的公司董密所持股份将于明年解禁 153家年内公告董事长换人的上市公司中 杨番 星财 广州港 九五高科等8家公司上市不足两年 不同类型企业董事长换人的理由也差别较大 127家公告总经理辞职的上市公司中有14家上 是不足两年辞职的原因上也是存在较大差别 对于董坚高辞职等待现受股解禁的情况 减持行规中也进行了约束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峰律师表示 根据董坚高减持行规职应 董坚高任职时间内每年只能卖出25% 即便辞职了 在原定任职期间内人受减持行规影响 比方说某上市公司董事2016年3月1日任职 原定任期三年 但其于2016年9月1日提前辞职 按照护身交易所制定的实施细则 其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股份 在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任职期后6个月内 其减持股份应遵守每年不得超过25%的规定 责任编辑张玉